很多人自己情绪不好 一点不知道 就会产生很多负能量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 有七种负能量 也就是说 第一 明明想好 想好好的跟自己太太讲话 但是呢 讲讲控制不着情绪 就开始破口大骂 明明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 开始情绪不好了 翻来夫妻睡不着失眠 失恋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去闹事 无法正理正的去处理好 感情问题最后犯罪 因为太焦虑紧张 情绪控制不好 错过了很多机会 和别人意见不合的时候 喜欢争执不休 主观意识太强 做了错误的判断 明明能够冷静 妥善处理的问题 因为情绪失错 然后错失了 最好的表现的机会 就像很多人 想在很多人面前 想说得很好 但是呢 因为看见别人的眼神 或者别人对他怎么样 然后他讲了一大堆 不切实际的话 明明过得很不开心 压力很大 却要想装自己 很坚强 很独立 这也是一种负能量的情绪 所以我们不要把情绪隐藏 因为没有正确的 去处理好你自己的情绪 会让情绪在你心中 受到伤害 菩萨让我们要看破一切 一切不可得 执着不可得 不但会伤害你自己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定得下来 一切都会过去 任何烦恼要想得开 你再大的麻烦和困难 可能明年的这个时候 就不是困难和麻烦了 五十年之后 我们在哪里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天上了 想一想 我们还要为这些 人间的小事去烦恼 去忧郁吗 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 好好学博念经 你就能做 你生活和生命当中的主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